北韓星期五表示可能很快在太平洋试爆轻弹 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 将以同等的挑衅行动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言论以及新的制裁 据南韩联合通讯社消息说 北韩爱上李永浩对记者表示 这次的试爆将会是北韩对美国总统川普 这个星期较早之前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威胁要彻底摧毁北韩政权的回应 这是北韩爱上在联大会场爱说的这番话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川普要为他的威胁言论付出高昂代价 李永浩说 北韩可能会在太平洋试爆威力最强大的轻弹回应川普的威胁 这一类试爆必须要飞越日本上空 平洋这个月初进行了他们的第六次 亦都是到目前为止最有威力的核试验 不过他所有的原子弹都是在地下设施引爆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资料 最近一次据报道的地上核试验是中国在1980年之前进行 美国和前苏联1963年签署禁止核试爆条约之前 两国在海洋以及上层大气进行了多次的原子弹爆炸 1963年禁止核试爆条约 禁止在地上进行核武器试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